前所衍生出來的十一柱形 這就是財經 全世界的任何風吹草動 所產生的蝴蝶效應 就是我們要 各位好 歡迎準時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今天真的是強 那觀察盤中台幣 還是呈現一個緩步升值的態勢 代表資金還是流入到台灣進來 所以這個讓我們大家 吃下了一個定型丸 我們看台北股市 來今天開低 對不對 糟糕 要回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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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空的人永遠在講 回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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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盤 收最高 順著趨勢做 好不好 在開始今天解盤節目之前 我跟各位做報告 好 你寧願空手 不會做 沒有關係 不要去逆勢操作 好不好 這點是丁老師的這個建議 OTC的部分 今天全天都在平盤之上 更代表內資它心態是 偏多不怕的嘛 我們看一下台北股市 你看外資持續在買 從10368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低點 10368一路買 買 買 買到今天 11186 那個1萬1 大家之前都怕得要死 都說是天險 我已經放在這邊了 我再講一次 不是我講得準 是因為我看到趨勢 台幣就是升值 資金進來 台幣就是升值 全球就是在印鈔票 那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千萬不要逆勢操作 你要選股 你要去選 法人可以加持的 法人有加持有買的股票 不要亂買 來 你看外資持續買進台股 這段期間 如果你買進2330的台積電 一樣 外資一樣買 250漲到298 漲到快要300塊錢 不知道哪個外資 把它調到三字頭 但也滿接近的 差個兩三塊錢 沒什麼了不起的 對不對 所以才造就今天 台北股市今天指數 還是持續往上攻高 那OTC的指數 也有可能近期 隨時 高點隨時會突破 所以這一點請注意 不要逆勢操作 那選股的部分 我先跟各位做報告 你要去買一些外資持續 有在買潮 而且偷偷買的 我順便舉個例子 這檔股票 法人 外資 前面都沒有買 在這一天之前都沒有買 我可以跟你拍胸脯告訴你 從這一天開始 大概是從10月份開始 9月底 9月底開始小買 進到10月的時候開始大買 他在這間大買 買進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買進四天 買完之後呢 做個小小的調節之後 對不對 又回補 然後就在這邊整理 昨天又在大買 今天這個量剛剛突破 這個就是外資法人鎖定的股票 你說外資法人鎖定的股票 現在就可以進去嗎 那不一定 你要看它漲多少了 如果今天這檔股票 哇 這樣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我告訴你 不用太久 你馬上就會聽到有人在講這支股票了 現在沒有人講 所以我告訴大家這是全新的標的 因為我今天盤重我有在看 那我相信 頭股老師應該 目前也不會講這檔股票 可是我發現它是全新的 法人鎖馬股 這個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你對照一下 它在這裡持續買進 整體而言 才剛剛回補 股本很小 輕薄短小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 對不對 不是那種十幾億股本的公司 是幾億股本的小公司 中小型的股票 什麼意思 中小型的股票表現起來最 最怎麼樣 中小型的股票表現得最 可能很多人在高檔的時候 股價在高檔的時候都說好啊 去年環球晶 台勝科中美晶 對不對 什麼被動元件啊 股價在高的時候一片 掌聲喝彩 從來不缺的 那結果修正修正下來之後對不對 我講那你就要看 如果他修正完 股價修正完 公司不會告訴你 可是業績會有蹊跡 環球晶啊 有沒有 你看 是不是開始 在這裡最後要撞到過去了 開始往上攀升了 對不對 重點在法人開始買超啊 外資開始在買超啊 西京人第四季向上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主要因為基期的關係嘛 對不對 主要因為基期的關係嘛 那你看其實在去年 甚至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有沒有 去年年底的時候 來到51 那今年3月還到56 可是在這裡掉下去之後 那開始又 營收又開始成長了 那另外 中美金的部分 中美金它在之前 是提列了長約的負債準備 因為過去他們在簽那個長約 行情在往上的時候 簽長約是個怎麼講 是個對要供貨 需要拿貨的人來講 它是一個保障嘛 他跟你簽了長約之後 未來對不對 他保證他那個可以拿到貨嘛 可是當他景氣下來之後對不對 他可能有的時候 他就會必須說 他就是怎麼樣 毀約啦 或是跟公司重談啊 那這部分 當然公司 他就 因應客戶的要求 他就會提列一些 長約的負債準備 對不對 所以上半年來講 負0.76 可是我認為 他提列完之後 他反而是一個怎麼樣 一個利多 為什麼 或許最後的狀況已經過去了 對不對 就好比人如果生病 對不對 有些不好的東西 掛掛 或者經過標靶治療之後 那可能就開始慢慢的 開始復健 恢復健康了 這個道理我想各位都懂 中美金 最後他狀況已經過去 所以我認為第四季 反轉向上的可能性 非常大 那你從營收部分看 老師 營收部分還沒有大幅度起來 我說等到你看到大幅度起來 那個股價已經上去了 所以矽晶圓的部分 我認為第四季 你一定要參考 中美金是首選 因為這個價位來講 我覺得OK 幾十塊股票 我覺得OK 法人開始回補 投信 開始做回補 好 那這個地方其實 你們各位可以看到說 有些股票 法人已經在佈局第四季 他們看好的標的 那我講的東西 其實 未來幾乎都會去印證 我講的事實上 都很準 我不要講這個標題 現在大家都在講 萬一對不對 站穩萬一大關了 然後討論什麼台積電的市值 怎麼樣 超越迪士尼 我說不要講這個 我直接給你報告 我說那個時候在中秋節的時候 很多空投老師還告訴我 這個要回檔 很多晚上的財經節目 還誘導 專家 釋放出怎麼樣 這個地方要保守 甚至可能要回頭 回頭拉回來修正的 的一個氛圍 那你那時候如果聽那些人在講 你股票都砍掉 我講 我說從10180漲到10829 這個要稍微休息一下 這個大島狀反轉在這裡 有沒有 那時候誰跟你講大島狀反轉 我說我看到這個現象我告訴你 我說你不要怕 對不對 全球還在印鈔 我那時候講說 我說歐洲央行 重新恢復購債 中國大陸的人行 也開始對市場注資 現在連美國 開始也準備要怎麼樣 要開始購債了 我講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 我講的東西 就是你 那大概是 那些證盡 我是 我買 你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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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没有人会讲 或许有的投顾老师 他会去看 可是他不会讲 一定要等到创新高 一定要等到涨停板 他才拿出来讲 放在测标 或是告诉你说 哇 涨停板很棒 第一个 那个时候你涨停板你去买 搞不好追涨停板 那我讲的东西 未来你都会看 你注意看 都会实现 来 我再强调 万一不是高点 千金不是唯一 这个话是我创始 我先讲的 未来会有很多人跟你讲 我讲到前头 但是你要做 这里面我觉得 看好几个标的 金册 金册不用讲 现在还跟你讲金册 我8月6号 就跟你讲金册 有没有 今天我们不讲金册 好不好 重复的是 我不想讲太多了 但金册他也有机会做股后 或是成为第二党的千元标的 还有可能第二党 也有可能第三党 大力光第一名 对不对 三四千块的股票 那第二名是谁 可能是金册 可能是信华 对不对 可能是系列 那我跟各位讲金册 我老早就跟各位说了 6510金册 强势整理 最高到916 是不是很接近了 我在哪里跟各位讲 我还是跟各位讲 我在8月6号在这里 在这里 你看到没有 在外资在刚刚买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外资在这里 刚刚买的时候 在这里我跟你讲金册 现在在这里啦 金册你现在不敢买嘛 对不对 但我认为金册未来 他的目标价 还有机会在往上 可是各位都只是看而已 对不对 你不敢买 我知道啦 我直接告诉你 信华800块以下 还持续买进了 我说的话我负责了 我不会打迷糊仗啦 我跟你讲啦 信华800块以下 我持续买进 我当时讲金册在这里 你看后来外资大买 一直买 一路买 一路买 中间小幅度调节 可是怎么样 还是大部位的建仓 你看到没有 这档股票我跟你讲 外资在偷买 外资在偷买 10月最新的法人索马股 好不好 那这档股票 我觉得如果你愿意 电话拨进来 我们一起操作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现在股票不要乱追 但是也不要乱杀 你要买就买 那种人家不知道的 那这档股票 10月最新的法人索马股票 很漂亮 这个真的很漂亮 你看买完之后 这样买2 3 4 横盘整理 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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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买 今天才刚刚怎么样 冒出一点点头来 随时有可能往上攻坚 甚至涨停板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我是曾忠祕 非凡商业台 全球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前涨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 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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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冲 隔日冲 到底怎么做 四个半小时 顶尖好手 正面对决 早上九点 锁定 非凡抢先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好 那我稍微放慢速度 各位如果你 对于我讲的股票 你会觉得会忘记 或是你跟其他人搞混的话 我建议大家拿张纸跟一支笔 记下来我讲的 我放慢一点点 现在我锁定的标的 我个人告诉大家 诚恳的建议 你要选定的是 笔及泰来的 就是最坏状况 已经过去的股票 因为有转折 那个爆发力最惊人 从最烂最烂 散户都卖光光之后 你只要法人或甚至公司派点火 那个爆发力会很惊人 我跟各位讲 所以有时候你常常发现说 这股票为什么业绩还没有上来 结果股价就先大涨 等到业绩公布之后 哇恍然大悟 哇原来它好东西在后面 可是股价先涨了 中美金矽金元 我现在跟你讲 法人开始回补 你看头信开始回补了 第四季向上 它就很类似什么 我当时跟各位讲 郁金光一样 我当时跟各位讲郁金光 我说最坏状况四月份 在这里出现月增跟年增 最坏状况已经过去了 有没有 我那时候跟各位讲过 所以五月份当大碟 大盘大碟的时候 好公司遇到倒霉事情 在这里你要买 你不要扑龙公 在这边追高谁不会追啊 我问各位 这边谁不会追 可是你没有发现最坏状况 因为它最坏状况已经过去 那刚好遇到大盘修正 那你在这里 你就要赚这种机会财 买完 啪一个大涨 你看见没有 我除期之前 全部获利除清 然后接着怎么样 九月再做一次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 我430以下持续加码 后来公布营收获利 九月份 再创历史新高 全部获利除清 我两段 这个一个半月 这个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一个半月加一个月 你跟着我做十张做美金 这边十张 这边十张 分开做 这边十张你三百多万做下去 用融资 对不对 一百多万而已 你这样加起来 两段 赚一百五十万 一点都不难 脾级太来 4月份 最坏状况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你掌握到诀窍 你一赚 就赚大的 就像金测一样 在这里 在这里你再讲他创新高 基本上来讲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在这里跟你讲 你要注意 结果大涨 有没有 7月8月9月3个月 营收创历史新高金测 你看法人后来 我讲完之后 法人外资怎么买的 法人怎么买的 公司不会告诉你 外资也不会告诉你 等大涨的时候 调高目标价 这档股票 外资跟公司地缘券商 连续大买 我就很好奇 你知道吗 因为我最近专门找那种 匹吉泰来的公司 那我找啊找啊找的 这档股票是低价的 它回到了之前 去年一个大波段 大涨的起涨点附近了 那我去对照你知道吗 近期 这家跟公司地缘接近的券商 它在去年大涨 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 我忘记 大概那个股票 这档股票在大飙的时候 它就出现 出脱这个情形 可是这家券商 在近期连续大买 那这家券商跟公司有地缘关系 我只跟各位这样讲而已 这档股票 我拍胸脯告诉你 不会有人跟你讲这档股票 两个半月的时间 你等着看 你等着看 来 神盾 神盾 你注意看 八九云说创历史新高 连续两个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看见 那获利数字也是OK 光学指纹辨识的 你不要跟我说 老师啊 光学指纹辨识不是趋势 他同时有 韩国 中国 两大世界两大龙头 现在全世界 手机市占率 前三名的股票当中 有两家是他的客户 三星跟华为 够厉害了吧 够炫了吧 现在也没有人跟你讲 因为他股价就在那边慢慢电高 你们的老师现在 急着跟你讲涨停板的股票 甚至没有买的 涨停板他也拿出来讲 我直接告诉你 神盾你要注意 有没有 在这里 会不会过 你自己看就好 你自己看就好 好不好 最高 289.5 随时过高 随时过高 这样记得吗 来 再复习一下 最坏状况过去的中美金 你要注意 这边你要有 神盾 随时过高 89.5 创历史新高 你要有 不要像我跟你讲的 玉金光 等到大涨两段之后 你再回头看 老师 我没有做玉金刚 你当然不敢买玉金光 你的老师在之前 四月份都叫你买到500多块 400 然后打到300多 停损掉 停损掉我们在这边买 316 315买 买完之后大赚 两个半月 两次加起来 一个半月加一个月 两个半月时间 十张玉金光 你分别做两段 赚150几万 不要等到到时候再那个 那现在到年底 两个半月时间 你做到好 玉金光 一档股票做好就好 这股票谁不知道 10亿的股本 你告诉我 哪一个人不造玉金光 你今年做玉金光 哪个做得像丁老师这么漂亮 买在5月底 6月初那个时候 在 看控也没有人讲 那我跟你讲 这档股票 预估Q3获利会暴冲 比起第二季 QOQ 它股价为什么相对强势 准备突破4943康控 所以记得了 康控 我讲的东西 有的时候你们不记都忘记了 因为我讲的股票 它有时候电高电高电高 就涨停板了 它有时候电高电高就创新高了 我昨天跟你讲两维 不要卖 有没有 你不要怕 今天是不是拉上去 有没有过高 过啦 低机切平盖啊 我跟你讲的 义登 有没有 老师我不知道什么叫义登 我说不知道 你自己去查查看 营收连续两个月创历史新高 法人这边大买 超优质的低价股票 你要注意啊 上去 上去 创新高 那当然创新高 今天出现震荡 可是现在重点在于 法人在这里持续大买 它震荡完之后 未来目标价还没有到 可是它已经涨了一段了 它已经涨一段了 那我现在要跟各位讲 它不是 它从9月份 外资就要索码 对不对 那我要你做的是 10月份 法人才刚刚索码的股票 你注意看 它是这一天 在这一天之前 外资都没有买 它从这边开始买 你算算看才几个交易日 等于是9月底 10月初开始大买 一路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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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是10月份 最新的法人索码股 主长 第一个 从现在到年底 两个半月 观众朋友 电话把它拨通 你不要担心 时间的问题 因为现在到年底 这两个半月的时间 丁老师全包了 另外 第二好康 法人最新的索码股 丁老师也找出来了 绝版限量 赚钱 就是今天 把电话拨通 今年我全包了 不要担心 还有两个半月的时间 再来 没有标的吗 丁老师帮你准备 法人最新 12份最新的索码股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